歡迎回來蘋果先防釋 我們剛在廣告前看到的是 就是看漲跟看跌的人數比例 可是呢 現在不是一個誰說話大聲就贏的時代 我們也是要看看雙方的論點 我們要講理的 對 這個論點到底合不合理呢 就看我們的VCR動新聞報導 選舉之前應該會漲 那之後可能會頂 桃園疊得最長 可能年初的時候會食品 然後年中到年後會勘障 明年初會不確定是因為大選 它只是個議題的操作 所以它能夠影響的層面並不大 住家裡有沒什麼研究 問老天爺吧 我覺得應該會食品吧 未來有總統大選 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成長 因為我居住的地方是在竹北 控股率率那麼高 受不了私勁壓力 他們一定就是想辦法往外開始丟 新北市這邊也都相同的有這些問題 怎麼會食品啊 我是覺得應該不會差 食品吧 成交量很明顯萎縮 之前賺很多了啦 不至於說 馬上就是說低價要把它出售 應該會跌個三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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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後會長的幅度大概 應該是在10%到15%左右 應該是一兩成 實在是太高了 不想的有可能 新竹耶 不會耶 現在還不是一個很好的家問 新北三重 對 新竹的 會在看 會在考慮 台北市跌到我覺得 我花算 我花算 我才會買 周文涵 黃靖鋒 採訪報導 你看光是這個街坊的民眾 他反應有多分歧就好了 亂到一個不行啊 大家意見都不同 對 有看長的有看跌的 那我們尊重一下少數 就是還是有一些人是看長的喔 剛剛做出來的結果有兩成嘛 兩成的民眾還是看長的 對 而且在看長幅度的部分 居然還是有 哇 17.9%的人 就是看長超過10% 超過 天啊 看這個時候還看長超過一成 好樂觀 這個一定是家裡手上有很多房子吧 是不是 對 嘉欣怎麼看這樣子的那個數據呢 其實就我們的觀察來說 當然我們私底下在跟老師說 是不是可能業者對於這個事情 會稍微比較樂觀一些些啦 那當然其實 房到的都是一些有屋子的人 對 那當然其實我覺得 當然手上有資產的人 是比較不期待他價格會有修正的機會 所以也許他可能會對這個過 對後世他會比較有一些想法 那當然我們也不可會言 以現在的事況來看的話 你看現在 其實這一波的一個多頭 他比較大的一個特色在於 他的利率是史上最低 所以大家會認為就是 價格即便是修正 那可能在利率的一個支撐 雖然我們有一說就是 利率不死 利率不升 房價不死 但是其實你可以也可以看到 也許可能這個部分 利率真的很難升 對 那當然另外來說的話 大家也許會認為說 國內有資過多啦 這些東西他都有可能會對於 現在的價格會有一些支撐 甚至於推動的一個作用 那莊教授你怎麼看呢 怎麼看這個表你覺得 因為剛剛在訪問當中 你就發覺上是 有屋主跟無可蝸牛 他應該是對立的 有屋的 比如說現在台灣有84%的人 自由住宅嘛 那當然我不希望他跌啊 但是你跌得太高 必然要反轉直下 那你沒有房子呢 我很期待 我想要買 但是我就是買不起 所以現在來講大家在等啦 所以等的過程當中 房價確實在下 就會造成說 他理性的購物的這種時代 慢慢已經到了 所以他會慢慢去篩選 好 那一個重點 我要提醒大家 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是兩極的看法 你從金字塔的頂端 最頂端那些 買住豪宅高級住宅這些 跟最底層來講 他的完全不同的看法 這邊起碼他希望在保持這個水準 不要再繼續跌 那最好是增著 那你這邊呢 那是買不起 所以這一波最嚴重的問題 你看到我們102年的 國父國家的財富那個調查 包括個人 他是你看 你在那個 房屋的部分 佔多少 佔了四十幾趴 如果包括那個 營造工程這些加進來 土地 土地最多 然後房屋跟營造 加起來 就六十幾趴 大概佔了三分之二 然後如果加上金融資產來講 就會佔了差不多四分之三 那房過頭來 所以房屋資產真的佔很多 對 然後最可笑的是說 那你這個資產暴增 居然是什麼 公告現實大不調整 那這個沒有房子 歐都歐死了 說什麼都沒有 你其實還跟我講這些 你還說我變有錢了 所以你看政府的公信力啊什麼 大家 他講什麼大家都不理他 就是說你怎麼可以這樣 如何如何等等 所以降低利息也不行 房貸提高也不行 然後社會自在 該開賣也不行 就是因為這樣 而是社會的一個反感 那我這裡要提醒大家一個數據 因為大家沒有警覺到台北市 剛剛講說去年7月1號的那個 就是房屋的頻率限值跟 還有那個就是它的造價 還有稅機稅率同時調整 你看這稅僅出自己的算法 他講說我們台北市房 平均才1.6倍而已 但是根據他算法的結果 所以你看 比如說這個是122片的房子 他的那個路段調整是300% 然後這邊造價也跟你調 一路去調 調到這邊居然27.3%倍 所以他公佈的是1.6倍平均 然後呢多少呢 如果要假的房屋稅 假設你是3.6%的房屋稅 假設是300萬 所以你就會發覺說 如果是這樣一路一直下來的話 你會發覺說 這個金字塔頂端這些人 越多房子的人影響越大對不對 對 他假的多 另外一個問題 是因為這樣延伸出去 他以前買房子給子女嘛 但是你買給他 那他養不起了 所以這些人不再多買 所以豪宅極動 甚至買了豪宅 所以你看到 在新西洋區本來有土地 有豪宅的 他的那個股價都很高 最近都是跌到很低 就反常啦 好啦 那這沒有關係 就是因為這樣子影響到新北市 影響到桃園 然後宇蘭一直延伸過去 何況這一波的超合攻擊很嚴重 所以剛剛講說 那種出現那種落差 就是有房跟無房的人 差異是很大的 我想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老師意思是說 剛剛那些有錢人 他本來是看漲 可是因為現在這個稅率的調整 他可能也開始在鬆動 有 本來你說 你退休 買房子要來出租 有收益嘛 現在因為你的房屋稅 一提高以後不得了 還有你現在要逃稅也逃不了 因為已經跟你財產總歸戶了 尤其房地合一的以後 歸戶的你跑也跑不掉 他通知你 你自己要來申報 你不能申報 他被我查到我臉不在怕 他嚇到嚇死了 大概這樣 所以說其實看漲的人 是越來越少 不過那看漲的原因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有一些人是說 是因為選後政策比較明朗 選後政策明朗的部分 感覺很明顯 就是佔比 佔大概有四成六 佳馨我想問一下 因為選後政策明朗 現在這個候選人 他們的政見好像普遍 都是比較像是鼓勵說 這個房價要回到平穩的狀態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選後政策明朗 你看最近這個政策明朗 房地合一 然後還有這個其他的像是這個 房地合一稅 然後屯房稅這些的等等 還不夠明朗嗎 不是都把那個 譬如說智產客 或者是說這個想買房的 這個算是投資的人 都趕走了 那只剩下自住客 好像也才比較適合進場 那這樣房市還會好嗎 其實我們這樣說好了 雄後的一個政策明朗的話 我們每次都在開玩笑說 雄後政策明朗的原因 是因為選前都用完了打房政策 所以後面沒招 所以以這種狀況來看 現在看得到就是說 大概未來可能會調動的一個部分 應該是移政稅率 因為移政稅率的10%的這個部分 有很多的 太低了 對他們會認為說未來可能會 從20%開始做一個起跳 那這應該也是就是未來新政府 無論是誰上任了 之後可能會去做的一個 比較具體的一個實測 那當然其實你看我們就說 選後沒招之後 那當然可能對於價格的部分 它會有一定程度 不會再有衝擊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只是就是說 以我們現階段再看一個實況 我們會認為就是說 你想要期待過去這種全面性的飆漲 我們認為難度很高 未來如果說要漲 它應該是特殊型的產品 或者是說相對來說的話 可能在周轉率上面比較好的一些標的 它才會有機會可以往上走 那你如果說有一些賣壓很大的一個區塊的話 我相信可能這個兩成的人 也許問到那些區域 他們也許也是一個比較保守的看待 因為我們很明顯看到說 你看看好國內外經濟發展的人 大概才兩成一耶 所以換句話說大家看好的原因 其實最主要不是看好說這個經濟好 然後帶動房價上漲 感覺好像是要走這個資金行情是不是 其實你看這幾年就是經濟成長 每年都在3%以下 就是3%以下的話 所以顯見我們的房價 根本就已經是跟經濟表現 跟薪資的部分是完全脫鉤了 那什麼東西在操作就是資金行情 那所以其實如果以我們自己的觀察來說的話 所謂的資金其實它大概都會有一些 投資上面的一個主要的幾個概念 就是說第一個 資金一定去做最有效運用 那資金一定會去找相對避險的一個產品 所以其實如果你以這樣子的一個觀點來看的話 這些資金現在如果它要前進房地產 它應該會去等相對比較好的買點 我們每次就說其實投資沒有別的 投資就兩個 第一個你要買的比人家低 第二個的話你的周轉率也好 你不要買到一個 可能聽起來房價很低 但是賣不掉的東西 所以其實周轉率好跟這個 跟這個取得成本低 它其實大概就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那當然就是說對於一些可能 他想要投資房地產的業者來說的話 他也許會考慮一個 往後再去做一個價格有比較優勢的時候 他才會去做一些補局 我想要再補問一個 因為今天是有那個馬錫會吵得很兇啊 這個跟那個政策的明朗度 就是是不是有相關啊 這感覺好像又是要蹲出牛肉來了是嗎 這會不會影響到將來看漲的一個原因呢 其實現在選前已經很明朗 他一直在走下火 一直在走下火 我們真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是講選情走下火 所有的問題都會歸結到說 到底房市有沒有落底 請問各位現在落底了還沒 還沒 還沒有觸底嘛 那你觸底以後 難道就馬上就反彈嗎 所以大家期待的是說V字形 其實不是 所有房地產歷次 在觸底以後 都是一個U字形 要先走平一陣子對不對 你現在來看我們92年下半年才好起來 但往前它下去是79 這中間有13年 走平13年也太久了吧 也走太久了 大U字形喔 那大U字形很可能就 如果按照金融的角度 如果投資來看的話幾乎是L型嘛 嗯 對不對 所以大家期待歸期待 但事實恐怕不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馬錫慧沒有用 這馬錫慧來講的話 如果以一個被評為說 大陸買直接都買不完 10%左右的 這樣的人的公信力好像就不足了 是 我想重點會在這裡 那剛剛佳馨講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第一個明年以後 可能一樣繼續跟你在房貸緊縮 第二個利率可能會調漲一點 最重要剛剛講的遺產證預稅 現在蠢蠢欲動的遺產證預稅10%太低 所以希望把它調高到 現在可能開是開30% 殺一殺價可能20% 那我覺得說你要提高可能是為了的趨勢 但是不必然 第一個問題你看那個香港沒有 那個新加坡也沒有 包括加拿大也沒有遺產稅 那我們要如何設計說 資金能夠進 進不是投機喔 是投資包括產業投資 你去股票讓它上來去支援我們的產業 那這樣大家有工作有收入 這樣來講量貨循環不是炒房 但是這個來講難度又很高 但是政府又不得不去做 我想說這個可能我們要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另一個重點是說 我們現在有沒有去想到說 這個景氣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看我們現在很多人擔心買了會變成複製產 所以資金變成跑到海外去 你看賣海外不動產的那麼多 相對我們這些賣不掉 又拿到幾乎2000億以上的 又拿去香港去賣 那到底國內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發覺這你自己都會 會失序都會亂掉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好不容易把資金 2019年疫情資金降低 資金引進來 結果現在資金又出去了 那到底我們要用什麼角度 來看整個的股市 我們今天說看的不是房市 股會房同時出問題 那剛剛講說如果買房子 剛剛講到這是遺產稅 贈予稅還有問題 你即使買了以後除非自住 你想要獲利要小心 你有沒有二手市場 所以很多人擔心說買了要變成複製產 就是今天買奇怪 還沒人跌 後來再跌 結果你自備款就被吃光光了 這是以前發生過的問題 剛剛提到產業的部分 我問一下嘉欣 因為這兩層的看跌民眾裡面 我們很明顯看到新竹縣市 兩層的民眾裡面 竟然還只有佔22.9% 大概在兩層的民眾 大概就說一百個裡面 只有四個人看好會長的是新竹縣市 可是新竹縣市不就是我們台灣 這個科學園區 進出口的命敗 對啊 怎麼看好的人這麼少 其實幼嶺就講到關鍵 因為我相信這幾年以來的話 大家漸漸可以感受到 紅色供應鏈的一個壓力 那當然其實你也可以發現到 電子業市上 並不像過去這麼景氣 那我相信這是為什麼 新竹縣市的民眾 他可能對於 新竹在地的一個房地產 他看待會相對比較保守的一個原因 那再加上這幾年 確實包括了珠貝這一帶的一些 所謂大型的一個 重劃區的一個開發 所以其實在這些 重劃區開發上面 他會有一定程度的賣壓 那當然對於區域的民眾來說的話 他可能會覺得有一些壓力 應該在價格的部分 算是有修正的空間 那看到 多獨別那個地方 很特別 它的供應量是很大的 就竹科那個地方 你看三大科學園區 兩兆三千多億的營業額 就是南科六千多 中科五千多 剩下都是竹科 然後竹科你看 歷史張中某的台積電 他距離營業額是七千多億 結果賺了兩千多億 那郭泰銘是四兆兩千多億 賺了一千三百億左右 對 所以這個四十幾% 這個是四點幾% 好 但是你再仔細看一下 外資持有比例那個 台積電是77.17% 對 所以你會說 發覺賺得好像有外國人都拿走了 對 所以這個 落差 薪資所得的落差 跟他買房購買的能力的 一個差距 就造成今天你問這個 跟那個都不太一樣 有很大的差異性 對 因為其實如果說是針對一般的 新竹的可能在裡面工作的人來講 可能感覺是沒有太好的 所以呢 其實講到這麼多啊 我們可能感覺到說 剛剛都是在講看長的一些因素 看空的民眾早就等不及了 對 所以他們想知道到底看空有哪些因素呢 廣告之後我們帶你來探討 可以賓金商店1000元禮券等多項好禮 想看物又覺得接待中心好遠嗎 欸 連環漏 蘋果賞物團全台開跑啦 先前蘋果預報 已在桃園 林口及高雄 舉辦過賞物團 民眾參與踴躍 這是蘋果賞物季再加碼 全台武區同步開團 10月24日和10月31日兩天 帶你參觀全台熱小可愛 活動全程有專人詳盡介紹 每一個岸場參加賞物團第一位成交的民眾 蘋果再加碼送禮五二元禮券 這麼好看還在等什麼 趕快報名啦 蘋果出發 市民 Khan たい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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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